当地时间3月4日,英国的哈里王子再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述说了自己在破碎的家庭中成长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被梅根、马克尔拯救的。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看王室故事的那个拉不住的风筝,为了方便下次容易找到,看视频前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接着往下看。 不同于以往,这一次红发王子虽然也要宣传他的回忆录备用,但面对的谈话对象却是一位资深的神经病学医生,现年79岁的家宝,马特。 因为哈里一再强调,自己吸食违禁品以及做出的其他的荒唐事情,都是跟童年时所受到的创伤有关。 而恰巧马特医生的研究主要发现,就是儿童发展对身心健康潜在影响,与此同时,他还是公认的戒毒专家,在治疗、成瘾方面有一定的成就。 此外,马特还出版过五本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并成为了畅销书。 如此说来,哈里和马特进行对话,从某种方面来说,也是一次创伤治疗过程了。 不过和一般的治疗不同的是,哈里的治疗是公开的,支付17英镑的门票钱,就可以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看到王子,同时还能得到一本精装版的,备用。 直播的时间为90分钟,哈里主动地讲述了他在12岁时因失去母亲而遭受的持续痛苦,我感觉我和家里的其他人不一样,我妈妈也有同感。 此外,他还强调称,父母在孩子面前大吵大闹不是个好主意,幸运的是, 我和我的妻子从来没做过这些。 虽然暗示了父亲查尔斯给自己带去了痛苦,但这一次他只字未提哥哥威廉王子,可能是在书中已经说了太多。 马特医生在听了哈里的字述后,直截了当地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我诊断你患有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简称ADHD,俗称多动症。 马特又接着说,其实是彼此彼此,我只是在分享我的判断。 据悉,马特虽然是一位专攻神经病学的专业医生,但他承认自己就患有多动症。 尽管哈里声称自己看过心理医生,但似乎第一次有人告诉他患有这种障碍,于是他接话说,好吧,那我是应该欣然接受呢,还是需要做进一步的考察。 马特解释说,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诊断你患有多动症,我不认为这是一种疾病,这是对异常压力的正常反应。 我认为你的生活压力很大,我也认为你是那些敏感孩子中的一员。 哈里随后笑着接话说,感谢你的免费诊断。 马特对哈里做出的诊断,很快就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议。 尽管此前很多人觉得哈里的行为举止不太容易被接受,但也很少有人将其归咎于发展上的缺陷。 马特医生曾在书中写过,在他看来多动症不是遗传疾病,而且是可逆的,但这种观点却在医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按照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简称NHS推出的指南上面的观点,多动症是无法治愈的,它是影响人脑功能和结构的,基因突变的结果,这意味着它可能是遗传的。 而因为有遗传的可能,这也让网友对哈里的两个孩子阿琪和莉莉贝特担忧了起来。 尽管哈里一再强调,两个住在美国的孩子生活得很愉快,并暗示如果他们生活在英国情况就会相反,但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以及和外界接触的增多,拥有哈里没跟这样一对父母的他们,势必也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哈里高中毕业后就离开了学校,大约是在2000年,而在那个时候,英国正式承认的只有儿童多动症,这也就意味着即便是那个时候哈里有所表现,他也不会被发现。 据悉,英国现在的病例,大多是在6岁到12岁时被诊断出来的,但对成年人的研究并不多。 王室传记作家菲尔,丹皮尔说,哈里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人们担心他和家人的关系可能会变得更糟。 丹皮尔先生告诉《每日邮报》,在哈里王子维被胎,做了公开采访后,国王和威廉王子本希望他能冷静下来,不要再接受采访,但事情似乎不是这样。 事实上,他被要求牵出弗罗格莫尔小巫后,也许会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所以遗憾的是,在距离加冕典礼只有九周的时候,他和家人的关系似乎还在恶化,而不是好转。 哈里在这次会议上可能会用一部分宣传他的书,另一部分谈治疗。 这位传记作者说,白金汉公将密切关注这次会议。 他解释说,白金汉公会担心,在他们认为事情即将平息之际,哈里会投掷更多的真相炸弹。 他还声称,哈里在会议中谈到的内容可能会导致哈里和梅根不会被邀请参加五月的国王查尔斯加冕典礼。 今年一月,就在《备胎》出版几天后,哈里王子说他有足够的材料写第二本书。 苏塞克斯公爵说,他尽力避免提及一些关于父亲和哥哥的意识,因为他担心如果他透露出去,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他。 哈里王子说,原始文本的内容是最终搞得两倍之多,许多关于他,查尔斯和威廉之间互动的细节都被删掉了,因为有些事情他不想让世界知道。 他解释说,《备胎》的初稿有八百页,但现在这本书有四百页了。 哈里王子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表示,这么说吧,我的回忆录也可以是两本书,最难的是把东西拿出来。 哈里王子补充道,发生了一些事情,尤其是我和我哥哥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事,我只是不想让全世界知道,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出来,他们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据说哈里和梅根在得知自己被迁出弗罗格莫尔小屋时感到震惊。 查尔斯国王于今年1月11日开始驱逐温莎庄园的五居室弗罗莫尔小屋,就在哈里备受争议的回忆录备胎出版后的第二天。 2018年哈里和梅根结婚后的几个月里,已故女王将弗罗格莫尔小屋送给了这对新婚夫妇。 她被改造成一处住宅,之前是温莎庄园工作人员的五处独立房产。 整个翻修工程耗资240万英镑,据悉这处房产有五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客厅和一间最初为阿琪设计的育儿室。 苏塞克斯夫妇在小屋里只住了六个月,就辞去了王室工作,搬到了加州。 他们已经偿还了翻修的费用。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中国有句话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只能说这些王室内部的矛盾应该已经是像救急一样积攒颇深, 但之前碍于不方便搏了女王的面子,所以大家一直都还有所收敛。 如今,女王也不在了,各自的野心也就自然而然地慢慢都暴露出来了。 在之前发布的纪录片中,哈里梅根首次公开了他们婚礼派对上的大量照片, 结果却被细心网友发现,这么多照片中居然没有威廉和凯特的身影, 哥嫂两人似乎被迫消失了一半。 这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非常失礼的行为。 而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并非少数, 纪录片播后有网友评论道这是一种怠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哥哥威廉王子是已婚的状态, 却为弟弟哈里打破了惯例,亲自又当了一次伴郎。 嫂子凯特王妃也一直是以端庄优雅的形象世人, 很难说这两人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哈里和梅根, 没有谢意也就罢了, 还要承受些弟弟弟媳的嘲讽和轻视, 咱就是说真的不是很能理解, 好歹也是亲兄弟吧, 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啊。 更离谱的是,哈里梅根在纪录片中炮轰英国王室, 各种控诉王室的不好, 从小在王室长大的哈里王子甚至直言没人会看到森严的宫围内发生的一切。 这个家族是分阶层的, 有人会对外泄密, 有人会编造故事。 这是一场肮脏的游戏, 言下之意, 王室内部充满了各种问题。 真的好奇, 王室是欠你们钱吗? 哥哥嫂子和祖母要被这么嘲讽。 另外哈里王子告诉精神创伤专家马特博士, 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长大, 父母婚姻失败导致家庭破裂, 这是所有苦难的根源。 之所以稀微禁品, 是因为感到精神痛苦。 他与妈妈更为亲近, 因为他们是同样的人。 小时候的他太可怜了, 想拥抱女王奶奶都不被允许写完回忆录备胎, 令人感到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 就像卸下了肩上的巨大重担。 而回忆录给哈里带来了2800万美元的巨额财富, 这的确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自由。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